2023跨年晚会经验瞬间,王俊凯调威亚出场 王一博赤脚跳舞引言 2023各大卫视跨年晚会为了吸引观众 都使出了浑身谢树 不仅仅来有话题,有流量的明星艺人 在节目的准备上也是喜本心应,看点颇多 王俊凯,王俊凯真不愧是行走的CD 一出场就凭借一手万里归途影格场下一片尖叫 他一身黑色西装体现了完美的头身比 同时西装上有大片的亮片点缀 使得整套衣服多了几分身机和活力 不仅在服装上下了功夫 王俊凯的在表演形式上也是用了很多兴奋 只见他唱着歌,突然单手掉着威亚从天而降 整个身体的重量全都放在右手上 王俊凯没有丝毫的惊慌,非常感兵地从高台上降落 颖得场上的观众尖叫连连 单手掉威亚下来后 王俊凯也是丝毫没有表现出疲惫或者喘息的样子 依然十分淡定地完成了自己的表演 一方面可以看出王俊凯平时应该没少锻炼 就连单手掉威亚这种高难度的动作也是一气合成 不在话下 另一方面可以看出王俊凯的唱歌还是相当不错的 即使从高空下落,气息依旧十分平稳 没有任何禅音,整个表演过程也是相当完美 余淑欣,余淑欣这次在2023跨年晚会上的表现 也是可圈刻点 他直接给我们带来了两首歌剧 分别是未完待续和失忆 虽然两首歌曲的深陷不太一样 但余淑欣依旧完成得很好 余淑欣手上贴着小兰花作为今年凭借苍蓝绝大火的余淑欣 此次演唱的两首都是电视剧《苍蓝绝》中的曲目 也是很用心了 除了歌剧演唱 此次余淑欣在装的方面也是花了很多心思 一袭粉色抹胸肠群搭配卷曲的长霸 和粉色的背景有了十分完美的呼应 余淑欣与杨子,年轻就是资本啊 与此同时 余淑欣还在长发中夹杂了一些带有亮片的编发 使得整个发型更具亮点 余淑欣的妆容也是相当亮眼 主要是以粉色作为基调 在腮红和眼影的部分有着很好的体现 妆面上的其他部分也很在意亮片的使用 所以即使是在直面镜头时 余淑欣给人的感觉依然是一个特别粉嫩的少女 王一博王一博此次在2023跨年晚会上表演的现代舞像阳光那样 直接让人眼前一亮 平时当王一博给人的印象一直是一个喜欢摩托和街舞的酷男孩 没想到他在现代舞方面居然也如此擅长 为了呈现出更好的舞台效果 王一博直接选择了用光脚的方式 来演绎这支舞蹈 一件白色上衣搭配黑色长裤 最简单的服饰也无法掩盖王一博对于舞蹈的投入 他的亲亲演绎把观众带入到了他的故事当中 让人觉得这并不仅仅是一场明星舞台的表演 而是表演者想要通过故事给大众传递些什么 王一博这次的表演也是让人完全没有想到 但是从现场的演绎效果来看 王一博的表演还是相当成功的 这样的王一博被观众形容像是神的孩子在跳舞 真的是很高的评价了 杨幂有人因为舞蹈跳得好被夸奖 但同样也有人会因为唱歌难听上热搜 杨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杨幂还是延续自己热辣少女风格的穿搭 给大家带来了一首《你怎么这么好看》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杨幂紧身转裙搭配毛衣 如今亮点的穿搭依然没能拯救自己的唱功 从杨幂的表演来看 她不仅一直盯着镜头互动 原选择的歌曲也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曲目 来回就那么几句歌词 还一直对着镜头各种凹造型 很难有很好的呈现效果 有网友直接表示 逆解 其实咱实在不行 唱爱的公样 别逼你这首《你怎么这么好看》 要强几百倍 更有网友说 杨幂还真是游到了2023 怎么办呢 张杰唱歌 自然还是用张杰这样的专业歌手来演绎彩队 只见她一首逆战 直接把我们带入了几年前张杰还翻全场的歌曲表演中 这真的不是演唱会现场吗 能够有机会在跨年晚会表演中听到这样高水平 高质量的表演曲目也是相当划算了 果然像张杰这样的实力派歌手 不管在什么时候 都可以给观众带来十分亮眼的表演 真的是好听到耳朵怀孕 周深除了张杰 歌手周深也是相当忙碌 她先后参加了央视 江苏卫视 北京卫视等多个平台的2023跨年晚会 可以说是分身法术了 不过作为实力派歌手的周深 不仅唱功好 现场表演也是特别稳 一直深受广大网友的喜欢 能够被各大平台卫视邀约 就是周深实力的最好体现了 皆与2023跨年晚会真的是亮点多多 不仅表演形式上有了很大的创新 演员阵容也是相当豪华 可以说是十分有看点啦